其实很多人有烦恼 有后悔 有忧虑 有孤独 有自卑 就是因为整天想着那些不该想的事情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维 所以应该了解这些 自卑啊 后悔啊 烦恼怎么来的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是怎么来的 烦恼是用自己过失来折磨自己 自己做错一件事情了 然后回到家 不停的去想 然后来折磨自己 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来摧残自己 忧虑是用那些虚拟的风险还没有到的可能会有的风险来惊吓自己 孤独是用自己制造的牢房把自己关在禁锢自己 一个人的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在诋毁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长处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负能量 你就会很轻松 解脱负能量 你就会看破 放下 开悟啊